他妈的你笑什么 你个小子顾兔养了 兜儿童 我跟小鱼闹着玩又挨着你什么了 兔崽子 我叫你欺负人 今天视频我们来介绍一位上营场的配角演员 这位类似于背影场的丰盛 属于配角中的小反派 甚至没有名字 只有甲乙丙丁的代号 他就是李继 李继 1921年出生于河北省 1947年进入上海实验电影工厂 1948年在相坤主演的电影《相思寨》中担任剧舞 童年出演严峻主演的《珠光宝契》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 也来向柳湘千小姐也来参加我们的化妆跳舞会了 柳小姐就坐在那 之后加入大同电影公司 1949年出演吕玉坤主演的《二百五小专》 饰演副经理 你太小看袁绍楼了 他是黄友楼的得意门生 哪有不会唱时空展的 你别瞧他平常吊着浪当 他的玩意儿在北方是很有名的 童年参演和飞光指导的人数之间 1951年出演冯哲主演的《胜利重逢》 他妈的眼睛长在裤装里了 没了 冻不死的虫饿不死的兵 这年头连什么的当兵的都要饿死了 包办长 没吃饱 1953年 李济掉入上海电影制片场 1954年出演汤晓丹指导的《渡江侦察记》 扮演后期 1956年参演赵丹领衔的李时珍 誓言文科 太目中无人了 其中简直都放不下你了 不行 非让他认错不可 转年在齐恒主演的《秋翁御仙记》中客串 近来朝廷行文革地要捉拿妖人造反 现在就拿着落花繁殖告推个妖法 祸重 收拾了这老头 花园 不就归了压内了 1958年出演徐涛导演的《海昏》 饰演杨老五 怪不得我找人打嗦还找不着呢 都在这儿听了哥说书呢 哎呀 我倒完水去 去去去去 二哥 说啊 哎呀 哥哥 从前这一头 二哥 要是走到那一头啊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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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了 我这乖乖 之后李基英出身问题被迫停止工作 这一别就是二十多年 七十年代末才重版电影厂 1983年参演吴一公指导的城南旧市 在江西词的 哪找这绿盆去 您就再添点吧 不换了 走 不换吗 咱们走 走 走走走 换了换了 哎 谁让我今儿没开张呢 童年在刘琼导演的《海上声明月》中 誓言老吴 小张上吊了 哎呀 你不知道 不是 你开了后门啊 哎 怎么我开了后门啊 上头又吊令了 快点吧 小人 你凑一个吧 你的嗓子不停下男小子吗 客串谢静指导的邱景 1987年参演电影《传国逆照》 送给护驾的王指明了 据喜 叫闯王的兵抢走 不要紧 奴才知道 他确实是先帝的亲骨肉 1989年出演 达世彪指导的夜幕下的皇子幽灵 1990年参演吕梁主演的天朝过苦之名 同志13年 有几个外地人起床 全住屋 只见进去 不见出来 都没好结果 1994年在香港武侠片火烧红烟寺中 扮演直山 师父 你胖了 在这里没得选择 肉吃的太多了 脆过 脆过 1997年出演郑向红指导的《我谢我情》 饰演于书 大少爷 我记住了 二少爷回来 千万别让他出去 三少爷跟英英出去还没回来 放心吧 我在家等 2001年出演了科幻电影《太空英九》 还曾在电视剧《涅寨》和《涅寨2》中扮演神父 李济生涯共出演40余部电影电视剧 还有《如骨香春笑同归于境》等等 2018年李济先生亲自到场 参加上影剧团的庆典 时任团长佟瑞欣为李老代上上影剧团首张通行证 2020年2月29日 李济先生于事长辞 享年99岁 关注我 更精彩的内容等着你 内容 4米 解釋 11 感谢观看